好 十门水库今天上午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万人长泳大赛 虽然环保人士日前抗议水库游泳会造成水源污染 但是主办单位还是照常举办 或许是天气太热了 现场来了不少全家出动的泳客 来 大家加油 做好 用饼两个 三饼两个 现场多达四千位的民众 全家大小身穿泳衣 手拿泳具 跟着台上的老师做热身运动 他们都是来参加十门水库的万人游泳大赛 因为日前环保人士抗议长泳赛污染水源地 桃源县政府及主办单位再次重申 不会造成水质污染 事实上我们整个所有的活动 都有按照相关的规定 永前永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水质的一个监测 我们都有做很详细的一个监管 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 我们对环保非常的注重 那我们在这个下水的这个要进入下水前 我们有做一个沐浴的这个动作 参加活动的民众也认为 不用过度担心水质污染的问题 又不是直接喝那个水 今天太阳针盘还有很多到那个手续进水的过程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民众迫不及待赶紧下水 享受游泳带来的清凉畅快 至于环保的问题就留给主办单位上脑筋吧 民众新闻周炳云桃源报导